早晨 歡迎收看Tasty Money 今天是6月19日 星期一 越來越接近公佈MSCI的日子 究竟內地有沒有機會進入摩子 大家拭目以待 21日凌晨4時半 你不睡 我都要睡 到時在網站就會公佈究竟能否入到MSCI的情況 先和大家看看市 今早高開109點 做25736點的位置 最新現在升多了 升149點 25773點的位置 今天回來又彈上去 因為會憧憬星期三有好結果 這兩天應該都會有少少微彈的力度 但我都擔心彈完上去之後會乏力 因為暫時看不到一些非常好的消息 恆安國際104點 現在升4% 57.85點是升幅最大的南籌股 北水都有尖守恆安國際1044點 另外看到港交鎖也升上來 港交鎖在星期尾的時間 上個星期就提到 不動的 為何這個位置 58元是104已經 港交鎖方面升2% 202.2 主要看到港交鎖方面 都唯有向市場低頭 接下來新版的動作 以及對於主版和創版的上市要求 會提高 其實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想清楚的話 將來越來越難上市 現在上市的股份就會比較值錢 在學價方面也會有提高的情況 當然包括創業版 因為創業版方面 他提到營運資金要有3,000萬 以往是2,000萬 但其實市場不明文的規定就是 2,000萬也未必足夠 接近3,000萬 才拿去上市 但是現在最新 你會看到如果他規定了3,000萬 即是要接近4,000萬 才會再上市 即是規矩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的話 即是現成現在市場的 即是創業版的股份 有機會賣的話 也會更加貴 不知為何這個行安是不動的 我會再按恆子 恆子也是舊的 怎麼搞的 不如一會兒就不要管他 恆子方面 是的 我今天也很感謝各位朋友 因為我周末病到死了死了死了 今早凌晨4點、5點和6點 我都不斷咳醒了 我曾經在4點的時候 有思考過 不如叫兆編頂住先 他可以打電話給我的 但是我記得兆編 剛剛從日本遠度歸來 應該回來也是拾拾拾拾 或者懵懵懵懵懵懵 即是去完旅行回來 都有假期的狀態 所以我跟兆編 謝兆編的指數是足夠的 所以現在可不可以幫我收拾指數嗎 因為現在的指數不對的 可能要一會兒再拾拾多一次 才能夠收拾 可以先收拾 我就想 如果我7點 真的受不了才算 起床又沒有什麼 所以阿兆編了一杯蜜糖給我 一會兒 若然5點 我都受不了 多謝大家 歡迎各位Facebook 和YouTube的朋友 我這個位置雖然每一天 好像做一個多小時就休息 但是這個位置是不能生病的 不能生病的 一生病就糟糕了 所以我都會盡量上班 暫時我都未請我病假 回了半年 鍛鍊強拍的身體 另外可以歡迎大家66334386我 很多朋友問可不可以交她入群組 可不可以打給我 是不行的 你WhatsApp我就可以了 留下你們的問題 Like和Share 我會即時解答大家 YouTube的朋友 和Facebook的朋友 同樣都有這樣的優待 大家不用擔心 我YouTube 今天都未有空 和大家聊天 今天早上都忘記發文件 給新小編 都是十下十下 市場正在升上來 很多朋友都問我 你上星期五 怎麼走得這麼急 我便說 因為自己看不到一個很大的上升原因 而且前輩不斷告解我 你這麼多貨 你先減少一些 你買個保險 我又說得挺適合的 不如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要稍後製作神明子葉 給大家看 我先說神明子葉 那天不知道誰 說他買了神明子葉 1812 今天伏牌 現在跌5% 8.98元 原來他欠了人一億 沒有錢還 他說禁制令的修訂 經了修訂之後 那個原眾的傳票被駁回 我都不知道他講甚麼 看回運通告 看一句 就真的不知道他講甚麼 他說現在 他說這間公司被人入品 就是清盤 澄澄 入品藏就說 他們未能夠履行 仲裁案的最後裁決 需要給成金額是1億6800萬人民幣 還有利息 律師費300多萬美元等等 這個清盤澄澄會在8月23日 在高等法院聆訊 這個公司現在就禁制令的判決 清盤澄澄的事宜 和境外的法律代表尋求法律意見 討論下一步的措施等等 經濟會適當的時間進一步披露 即是有段時間進行 如果他買了 立即還給他 現在比我想像中 他已經跌得少了 但我這樣看 大行都已經在出貨 不過很難地出貨 現在出了13000元 即是金額方面 現在是8.96元 上個星期有人留言給我 聽你講 買了10萬股 10萬股 我看一看 整個東西 你買10萬股 你9個多 買的話 即是90多萬 立即按進去看看他的鋪範 首先不是我的推介 另一位嘉賓 其實他也不是大推石神明的 他說2689 再搭1812 他沒有回答2314 然後我看一看他的鏡頭 是假的 只有一個朋友 平時從來都沒有流過言 如果從來都沒有流過言 又不是忠實粉絲 不會因為一句買成球 你騙我也不會騙得那麼透 所以我又不太相信 我就留言給他 你是不是搞帳戶 然後他就說 不是 我真的買了整個球 不過知道不是你推介 我不知道他是退太 還是害怕了我 之後 如果是這樣 阿WingWing 我記得你的名字 如果你買了 你就移休走了 即是輸幾毫子 你整個球員那麼多 想說球員什麼 多結衣 整個球員那麼多 這樣你都買了整個球員 我感覺到這裡的潛力很大 即是 不斷地有個嘉賓說 你都買了整個球員 我感覺到這裡 那個買賣一定是每天都過億的 不是你 Peter Lee 我記得你了 Peter Lee 我知道 他會買多少 因為 他經常在這裡 知道他究竟有多闊爪 又或者我 我只要聽別人說一句 我都不會買整個球員 所以 要是你拿單單來看看 那我就相信 那 218.97 你整個球員都出不了了 100K 我在想你怎麼買整個球員 1812 所以 下次 說話小心點 看看我看得準不準 還有你 只有一位朋友的朋友 還要隔壁台 很難令別人聯想不到其他東西 我不搞別人 你不要來搞我 自重 我生病 所以就犯下勞騷 大家都 不要因為別人一句話 走去睡身 或者買一波東西 看看分析是否正確 這個世界沒有人拿著槍 叫你買的 自己記住 另外 上個星期還有一隻搞笑 複雜 8108 我自己在外面都聽聞 它的債是很多的 你看到2億多市值 經常有人說 這麼便宜市值 就買 就沖 但2億多市值入面 它有好像不知幾億債 就算你買了一隻殼回來 你也要還債給別人 就不是這樣計算 複雜就做那些殯儀的事情 現在2號4千4 正在升一成 主席適受持股 其實這隻也不難估計 你看看它過往是公元股 公股 是拆股一拆二 4月18號的時間 然後在去年3月公股一公十 公股價是12千 即是蠔二指 炒到多少呢 炒到之前 炒到1元 炒到2元多 蠔二指 即是有20倍 每個人都吃 只不過是時辰未到 所以時辰未到 就未出貨 到8108到上星期五 就真正開餐了 一開餐 就折到1毫8千6 還有水位 當日很多人都問 執不執回複雜 首先 我想你是不會知道 複雜是做甚麼 不會知道 究竟它有多少的負債 還有究竟它公股是多少 你就打算執 就純粹因為跌了8成多 沒有看到裡面究竟是甚麼質地 我當然不鼓勵大家去執一隻 斬東西 你現在2毫4 我1毫2指 我都還有一倍 我派給你 都夠了水位 去派一倍 人家不是買千多元 二千元 人家可能是買幾億 幾千萬 幾百萬 幾億應該不會的 這樣的貨 人家都大賺 所以 我絕對不鼓勵 你在這個位置 尖手 去搞8108 哇 剛才又2毫半 散回來2毫2千8 幾秒鐘 即30秒不夠 跌了20格 你怎樣追得回呢 那20格 很辛苦地追20格 你現在又怎樣追得回呢 市市越升越多 升194點 最近是25822點 我沽了 我就不會再看回頭 我還有 其少少貨 但是我沽了 我不會再看回頭 所以 大家想自己 在星期三之前 為何我會買個保險呢 就是因為 如果星期三是入到的話 那些人就會說 好消息出貨 因為市都已經兩萬六 還有連續六支的月線圖 的揚竹很難做的 那我就覺得都對的 那我買個保險是買什麼呢 如果它可以的話 那些人就會解到是好消息出貨 不行的話 就說 那入不到的話 即是有壞消息 用一個借口再沽下去 所以我就避免兩邊 都左右不示人 就減少些貨 因為我太多貨 如果太多貨 是沽不到的 你想想 例如海底撈 只有三千股 在買盤那裏 我怎樣沽呢 我幾十萬股 是不是 那我沽不到 那我要逐一點逐一點 這樣沽 提醒大家 當日為何有這樣的念頭 喂 那我會升200點 怎麼搞 喂 停牌方面 又有一隻 證監真是很忙 有一隻太豐藏品 873 好久沒人炒了 停牌 給證監勒力停牌 停牌前報1.08元 另外 神明子業現在是9.02元 跌4% 複雜 暫時是未知到的原因 這樣都叫未知 我想你看一下 他的結構都知道了 複雜 剛才提過 81082號 41001 9% 長營 689 這隻日在之前 殺到你一頸血 長營 689升5% 配股 折釀1.9元 配股 集資2億 現在是4毫指 升5% 另外 敏華方面 繼續追擊 運水報告 因為運水報告 繼續咬著 運水評論 流於簡化引用資料也有誤導性 今天敏華1999跌1.5% 做7.11元 另外 還有很多 敏華回購34萬股 提及大家 業績方面 有336華寶 全年順利10億6千萬人民幣 末期息22港鮮 現在爆了一個月高位4.7元 最新4.4毫 4升3% 還有一隻澳至尊 不知你有沒有吃 2031 刑警 預告全年日利會跌到只有200-400萬 夠不夠錢請蔡少芬呢 還有 張俊 澳至尊 2031 沒有成交 現在3毫9千半 娛樂那邊都很熟 你們不要跟我鬥 另外 煤電重組方面 國電電力 神話的A股停牌到7月4日 大股東涉及資產重組 1088的A股停牌 H股升1% 19.58 市月升月有力 現在升215點 港交所202元 破頂的有友邦 現在升1% 56.7 全焦高位也是破頂位 金沙中國升1% 37.6 現在升4毫 大領大市有騰訊 升1.6% 做277元 談到這裏 我先喝口水 稍後回來和嘉賓談談後市去向